中亚国家哈萨克爆发反独裁政府示威陷入混乱 由于该国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重要产油国之一 日产量160万桶原油可能受到波及影响 加上北非产油国利比亚也供应中断 国际油价2022新年以来已经是涨身不断 所以基本上这部分跟促长跟促碟 都跟地缘政治有关系 那我刚提到的哈萨克 哈萨克是一个因素之一 哈萨克会不会影响到 它大概有100出头万桶的这样子一个供期量 纽约WTI原油期货突破每桶80美元大关 已经连续四天走身 毕竟三年糕点 不排除挑战百元价位 价格波动同样反映市场不安 各国进林态盘趋势导致火力发电大量改用天然气 以英国NBP天然气价格为例 2020年不到煤单位2元 去年12月却已经冲上50元 涨幅高达25倍 直到最近价格才回落到31元上下 印尼今年禁止煤炭出口 煤炭价格同样蠢蠢欲动 是不是会因为煤的减少 导致天然气供应的一个需求上升 这部分其实还会再看看其他的一个再生能源 美国能源资讯署预测 今年平均有价煤桶72美元 各大金融机构则预估63到82美元之间 台湾中油则预估70到80美元 专家忧心整体能源商品价格上扬 可能带动通膨进一步走高 新唐人来的电视求后面审美同台湾台北报道